3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发出声明 表示美国谴责香港警务处对8名活动人士发出国际宣赏 他指出北京实施的国安法用于领土之外 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威胁全世界每个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我们呼吁香港政府立即撤销宣赏令 并停止在国际上使用北京的国安法 英国外相科威利也发声明表示 我们不会容忍中共恐吓和建设 身在英国及海外个人的任何行径 我们强力反对中共对香港实施的国安法 包括它的域外管辖 违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澳洲对香港当局对民主人士 包括在澳洲的民主人士 发出逮捕令的报导深表关切 受到港府通缉的8位人士当中 有好几位都在社交媒体发表回应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 发出五点声明 表示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外国政府资助 并说如果会见外国政要 参加研讨会和听政会 都属于勾结外国势力 那么很多香港官员 应该都会陷入法律困境 前职工会联盟总干事 蒙兆达则在脸书上表示 如果我真的有罪 我的罪名只有一个 就是为香港人说出真相 郭凤宜在推特指出 李家超是策划这场跨国镇压的人 敦促美国总统应立即表达 强烈和监举的反对 禁止香港特首李家超 进入美国参加IPEC 新唐人亚特电视 到杰明中 张其林综合报道